不過這嘲諷不是賀瓏嘲諷 是他來賓嘲諷 來賓嘲諷像我們做節目做主持人 你說來賓講什麼我真的控制不了他 而且他那個節目本身 他的性質就是比較嬉笑怒罵 就不是一個很嚴肅的很 很一板一眼的節目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 他的來賓為什麼這樣講 當然講這樣是不吃大 現場觀眾當然有笑 但是 這也很難去 主持人很難去制止來賓 因為他就是我講這個節目的屬性 你不能用一般的 這個一般的節目 像政策節目的角度去看 不應該去嘲笑弱勢 不應該嘲笑這個 聲臟或這方面的 是一個 絕對的一個標準 就是有統一說要怎麼樣那個 你講是選哪一個 總之有說要怎樣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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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做這樣的事情的 你委員 你就是要博彩周知嘛 各種立場都要有 這樣你的決議才會比較周延 那你如果都是一檔獨霸 一檔獨大 一檔獨吞 一檔獨佔 就是造成今天NCC完全沒有公信力 所以為什麼NCC的處分啊 什麼都常常被行政法院駁回 然後被媒體批評 原因就這邊 因為NCC已經是一個不公正 不公正到極點的一個所謂委員會 所以如果將來 這個他的委員是按照政黨比例 那各種意見都有 那他做出來的裁定 就比較有公信力 大家知道說這也是經過討論 經過折衝經過辯論 然後產生一個結果 董長想問一下這個 立法院長選舉 因為現在傳出說 這個民眾黨可能在上午 是支持游錫坤當院長 那麼這個 賴斯堡委員就建議說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投的話 那下午就全部支持黃珊珊 然後讓民眾黨成為 不折不扣的小綠 你怎麼看 這好像是國民黨內部的一個 一個規劃啦 我也聽說了 那因為我也不是立委 不知道他們最後會怎樣 不過如果上午民眾黨支持了 游錫坤就支持了民進黨 那下午說要再改投江啟臣 那我是建議江啟臣拒絕啦 就是國民黨一個都不要 就讓你民眾黨跟民進黨 結合成一體吧 就大綠小綠 那這樣的話很快的民眾黨也就 就像時代力量啊 或台聯啊也就沒有這樣 因為今天上午這個 傅崑奇要宣布參戰這個總召選舉 那有人認為說 感覺這一次跟賴斯堡對決 像是戰鬥欄跟黨中央派在對決 會有這樣的氛圍嗎 這是媒體的揣測吧 我沒有這樣的感覺 就是說基本上我覺得賴斯堡 傅崑奇兩個都資深了 賴斯堡多資深一點 傅崑奇有地方經驗 還是說起來協調一下吧 立院的黨團召集人啊 蘇記長啊 基本上都是一年一任嘛 你今年不做明年做 明年不做後年做 我覺得這個應該可以協調啦 那中國的媒體人 像賀瓏夜夜秀 哪有歧視深仗人士 會不會覺得 其實像你有去上賀瓏夜秀 賀瓏目前對這次還沒有表態 那你會不會覺得這樣嘲諷前態 當然了 不過這嘲諷不是賀瓏嘲 是他來賓嘲諷 來賓嘲諷 像我們做節目 做主持人 你說來賓講什麼 我真的控制不了他 而且他那個節目本身 他的性質就是比較嬉笑怒罵 就不是一個很嚴肅的 很一板一眼的節目 所以我不知道 這個他的來賓為什麼這樣講 當然講這樣是不適當的 是很不適當的 不過就是來賓嘛 那現場觀眾當然有笑 但是這也很難去 主持人很難去制止來賓 因為他 就是我講這個節目的屬性 你不能用一般的 這個一般的節目 像正論節目的角度去看 他就是一個 像我去上這個節目之前 我就問他們說我該怎樣 他們說你就盡量嘲笑自己這樣 他就是一個嘲笑的節目 但是當然就是說 就是說不應該去嘲笑弱勢 不應該嘲笑這個 聲臟或這方面的 是一個絕對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是覺得 好像他的製作人是不是也 還是有一個人出來道歉吧 是誰 我沒有仔細看這個新聞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來賓的言論 真的主持人的時候 真的是很難去控制他 也不能去斥責他 也不能就是說 可是來賓自己可能也要 要自治啦 但是賀龍也跟這個大笑 讓他也沒有道歉 我會覺得是一種雙重標準的 NCC的裁法 所以我就講嘛 如果你NCC將來是 正常比例我原制 大概就比較不會被人家批評 雙重標準 因為你現在採取這個 你做什麼啦 NCC都會被罵的 我認為啦 因為你就是不標準嘛 所以你的標準不一嘛 你有雙重標準就會被罵 所以我覺得 這個 可能從整體 與其討論個案 不如討論整體的結構 整體的架構 因為他這個委員會制 所以委員的公正公平 非常重要 我覺得要從這邊來改革 那趙哥今天是有點類似就是 因為之前你就很表態說 支持這個賴世保委員 他比你比較資深 那今天也是 就是這個活動是之前就已經決定 還是也是希望說 能夠幫這個賴委員 讓大家認識一下他 所以外界也會檢查 也不是 也不是 這個早就決定要辦的 我覺得給新人一個機會 影響很多新人第一次到台北來 甚至從外縣市來 然後到立法院來 人生地不熟 心裡面是會有一點惶恐的 我就想我當新人的時候也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對新人來講 賴世保因為他是熟 所以講意識規則 那許曉鑫比較懂得工坊 來講工坊 那我自己怎麼樣 這個讓新科委員知道 怎麼樣做一個好立委 下次 因為很快 大家不要看這次選舉 四年以後馬上就到了 我自己浮選過那麼多 這個新黨的立委 我浮選的時候 當選21個立委 46個國代 所以到底該 要注意哪些事情 現在就要注意 我想會把我的經驗跟他們講 戰鬥欄現在的戰略地位是什麼 戰鬥欄其實就是一種精神號召 大家有戰鬥的精神 那認同這個精神號召的 都可以成為戰鬥欄的一員 所以他也不是一個組織 也不是一個自團 也不是一個派系 其實都不是 不要那麼嚴重來看 就是說基本上我們是協助國民黨 不管協助國民黨黨團 協助國民黨的中央 我們都是來努力來協助他們 並不是要另立一個什麼黨中央 沒有 像今天晚上我也要去黨中央演講 他們有一個中山政經署 那朱立倫前兩天打電話過 我說你能不能來結業 來做個演講 我說好啊好啊 就這種很多事情都分進合集 不一定都要定於一尊 等一下也會邀請新人加入這些戰鬥欄嗎 看起來民眾黨他們好像這個態度比較搖擺 會不會重演所謂的藍白鬧劇 那像國民黨是國會最大黨 那像是這個光電跟這個高端的一些黑箱 是能揭開嗎 不過當然民眾黨到底要怎麼走 他們好像禮拜五要開會吧 所以他們自己也沒決定他們的路怎麼走 當然從國民黨立場還是希望說大家能夠合作 再也合作這很正常 你再也跑去跟執政黨合作這很奇怪 但我想就是在柯批一念之間吧 會邀請新人加入戰鬥欄嗎 就是認同我們的理念的 認同 基本上你在立法院你現在也沒有過半 你還是沒過半對不對 而且你不是執政黨 很多時候你還是在立法院你必須要發揮戰鬥的精神 那執政黨如果提出這個不恰當的法案啊 政策啊 人事案啊 你還是必須要發揮戰鬥的精神 去跟他力爭到底嘛 Fight到底 過去戰鬥欄組織是有提供立委一些議題的論述 那未來在這方面還會繼續協助欄尾的部分嗎 大概會怎麼樣協助他們 譬如說像 我幾天前就提出來嘛 核二核三既然是藍白都同意的話 就趕快推動嘛 不在即投票因為不牽涉到修憲 所以這個也可以趕快推動 至於這個所謂二輪投票 那就牽涉到修憲了 所以那個就比較麻煩 所以國民黨跟民眾黨 他們在總統選舉的時候提出來的政見 有重疊的部分我覺得可以先開始 那後來我也很高興看到立法院也都提出來了 這個核二核三的演議啦 不在即投票等等 我覺得很好啦 其實我們就給他們一些建議 很多時候就一些建議會 我們會找一些法律專家啦 政治專家啦 各行各業的專家啦 因為立法院立委本身他們都有助理了嘛 那我們在從旁喔 能夠協助我們會提供協助會 戰鬥黨會約束立委的這個 投票總召的這個新聞嗎 不會 不會 立委有自己的決定權嘛 我們又不是一個剛性的一個團體 所以尊重每個立委自己的選擇吧 董事長那你對黨團揭蔽的能力有信心嗎 這個很難講喔 那大家 大家認為這個 就像以前大家就認為國民黨 在立法院的戰力還是不夠 還應該再加強喔 那現在人比較多啦 從30幾個變成50幾個 我們希望這個揭蔽能力能夠 能夠比以前更強喔 然後呢 問政能力能夠比以前更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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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нами